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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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因为 有什么关系 只要我能跟陛下 永远在一起就行了 再说了 疯不疯那也是陛下的事 佛族还管这个 小人是说没有进风 不就是因为贵人年纪还轻 没有丹玉吗 着什么急啊 谁还不会生养 是真的啊 贵人 还不知道呢 没让太医看过呢 那既然求 就该求皇子啊 为什么 让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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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中书省工干 路有些毒 说这是贵人还工的车架了吗 说了 他们让贵人稍等 路马上就通了 勾眼看人帝的东西 来 慢点回去更好 所以说 还是赶快生个皇子 看他们还敢这么怠慢 不熟 为什么 因为陛下 他更喜欢公主啊 可笑 好 跑到娘这儿 把娘的东西打碎 她倒还挺委屈 多少年前的旧东西了 是爹送给娘的吗 我还是去补好吧 不急 你去宴上看看谷又准备得怎么样了 是 还有 陛下应该去了后院了吧 现在天气凉了 你们送件衣服过去 是 请殿下放心 臣 一定查出我 公主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这种事 怎么查 这一回 你觉得又会是谁呢 不要紧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圣上无意 就算查不出来 又能怎样 如果圣上有心 就算查出来了 又还能怎样呢 是陛下送的 可补他干什么 夫妇也好 君臣也罢 嫌隙 就像打破的镜子 你还放着他干什么 殿下 妾相 也许还能够再补他 你也开始说傻话了 碎掉的东西 你告诉我 怎么还能重圆 再试试 你知道吗 你在说傻话的时候 更可爱 中秋的贺仪送进宫了吗 是 我还要烦你 再帮我预备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好 快开始了吧 虚实才正式开始 有时才能进宫 应该是快了 叔总满意吗 听我好 妹妹们来了 姐姐请您 大宗正 您尚总 谁是大宗正 叔总就别说气话 陛下不是早请您复职了吗 谁呀 谁答应了 可是陛下请叔总来 叔总您不还是来了吗 你 你们以为我愿意来呀 叔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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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拦着我 叔总 你别拦着我 就你张了嘴气跑了叔总 看爹爹不用家法打断你的腿 叔总 我错了 来 叔总 心疼心疼直孙 去 叔总 来 您坐 您不坐 我们都得站着 这是殿下的位置 今天是家宴哪儿来的殿下 叔总您在 三郎敢坐这儿 陛下打断他的腿 叔总 这哪儿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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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总 您坐 好吧 双腔做事 我顶看不过瘾 就是 哪有长公主这般豪气 长公主 您这头上的罐子 是新式样的 南边的新样子 你们也试试 来 您慢点 姐姐你看 是要行酒令吗 应该是 太好了 我会的 我可不会 我还学了新的呢 一会儿我教你两句 圣驾志 是 朕说了今天是家宴 都坐吧 算了 无意吧 叔祖 请 谢殿下 朕是来得最晚的吗 还有没到的吗 替朕 练个底 陛下 怎么不见 三郎啊 我看了半天 怎么没见你舅舅啊 是啊 你舅舅他 殿下让妾高知武的侯 今晚就不要进宫去了 万一有什么 他自己会看着办的 到底是什么人 殿下英明 自有万全打算 武的侯不用担心 明日一早 就离京吧 陛下 今晚上 臣也不清楚 但是臣忘记禀告陛下 昨日臣奉旨去送武的侯 他膝上的旧伤又复发了 或许 臣 这就派人再去 三郎 你舅舅是不是病了 是不是为了先前 那遭疏的事 也是 他带人在前面浴血厮杀 后边一群 宝石终日 还有些小人 尽些谗言 要换我呀 我早也就病了 叔叔 您多想啊 怎么会呢 哎 三郎 我今天进宫来 就是想见你舅舅一面 想跟他说说话 他既然来不了了 我走 四叔啊 您确实是想多了 木枝确实是旧疾复发 前一段 他已经跟我说过这事 我还派人送过药去 是吗 也是 他那伤也是为了咱们家打仗 烙下的病根 陛下 这大过节的 别让大家等得太久了 咱们开始吧 哦 开验 来来 介 su pleasure 谢谢你 殿下 物滤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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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月亮怎么还没出来呀 看这天象啊 午后阴天 可能要下雨啊 是啊 今晚没有留意 我还以为是咱们灯太亮 吓跑他们 小孩子懂什么 一时不出月亮算不了什么 咱们也不能干等着呀 要不 行了 咱们也学学民间 行个酒令 好啊 好好啊 好好啊 今天的酒令只许三字四字监措 还要跟席间务事相关联 如何制法 就请陛下开场定夺吧 好 好 朕开始就朕开始 三三横 二二中 朕能编终 朕能编织 此今中 好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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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岂 来 继续 哈哈哈哈 给 三郎 你还想销赃吗 姑左 我没有 我最 最初的就是这个了 那就饮酒吧 那个 我也是最初投的 不许耍赖 要么行令 要么认罚 三哥 你唱一个吧 唱吧 你唱吧 玉是刚 金是荒 秦为女武成行 宋武军守万年长 一时光 今时光 秦为女武成行 宋武军守万年长 三哥 你唱得不错吗 陛下 我是真的不会唱 数子 三弟何必菲薄 这不唱得挺好的吗 之前就练过了 可惜大哥没开口 对我属下荣情了 他不行 他不行 陛下 怎么偏偏就瞧不起妾 妾怎么就不行了 还说得那么肯定 行不好令 这个你可是担当不行 妾就是担得起 今天妾偏偏要成这个墙 就担给陛下看 还是那副没大没小的样子 她比我年纪小 陛下又喜欢她 别说一杯酒 就是这一壶也不在话下 真正还不小啊 叔祖 阿姨 阿姨 玄铁容 风黄初 金陵玄 同金珠 佳人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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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都带下去吧 先关着 等着发落 陛下 说 是谁让你唱的 是妾今天在外头的时候听到的 外面什么什么意思 妾知道尊了 妾错了 妾以后不任性了 妾以后什么都不要了 妾要给陛下生皇子 扶我下去 不要 不要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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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妾要给陛下生皇子 陛下 姑娘刚刚跟武德侯说的 尤将军 真的不打算查了吗 中枢令还在查 下官请她去的 姑娘说 殿下有万全打算 是真的吗 世事如月 权一面 必损一面 连中秋 连中秋都有可能会雨雨 这世上 难有什么圆满和万全 你们都听见了 都知道啊 臣没有 臣不知道 臣最近没有出门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就不懂了 就是传了又能怎么样 况且 这是事实 你闭嘴 你们呢 听 像是听过 张王 这好像 没听过 好像 陛下 问他们没什么用 还不如 你也闭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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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就是真的家人 这就是真的家人 好 好 好 这就是家人 李生辉 叫空鹤都出去 到底是谁 是臣 还要烦你 还要烦你 帮我再准备一样东西 就冰成良衣 你一直用的磅床药 还有生下的吧 你们都先出宫去 是是是 是 是你什么 陛下说什么 就是什么 你是又想包庇什么人 不行 你知道这是要 臣知道 知道 谁告诉你的 谁告诉你的 没有谁告诉臣 臣就是知道 也不止臣一个人知道 你舅舅知道吗 舅舅生病了 你这是为什么 臣就死 我知道不是被你胁迫了吗 将军在前浴血小人在后进城 拂云毕日陛下不察 臣的心中 不平 我 我 我 你常干大这种事 来看真要公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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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睡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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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让怎么办就怎么办 他是皇太子 小人怎么下得去手啊 这事能这么算了 算是他的造反 也算是我们的造反 殿下 这事能够的 大人慢点 行 小心一会儿 好 赏 都是我的好码 都有赏 来来来 赏钱了 大人 来来来 听这声音好像是公司的吧 你 你呢 给你给你 收钱吧 现在哪有公伍离这个白痴 殿下都不知道怎么样 查要紧的事要紧 打仗也得有军乐呀 来来来 把我交给你们的曲子 也弹给诸位听听 啊 来来来 来来来 先 接住 哎 不对啊 听我给你唱 宣铁荣 风黄处 金灵天 听门话吧 阎内这儿我起的 这么唱唱 满车都传遍了 高财 实在是高财 下课榜首 那非是阎内 收钱了 庄业算什么呀 我跟你说啊 我可是 爹 你也唱 你这个爹 你给我打下 你给我打下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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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你 穿哪衣 铺妹 王小师 殿下 殿下 你 默小师 你都买的什么呢 王小师 把殿下还要热啊 殿下慢点 走不开 殿下 殿下 慢点 殿下 放开我 默小师 殿下这是怎么了 来啊 把他板了 殿下 放开我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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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 殿下 哎 爹 这中秋节也不能出去玩玩吗 你给我滚进去 哎 呦 问话就问话 你老动什么手啊 你给我滚进去 我有话问你 爹 我没输钱 我真没输钱 大人 殿下 我告诉你 敢敢说一句假话 我进行活活打死你 哎 我这还没说假话呢 你 你给我进去吧 哎 哎 你 下雨天打儿子 也是应景的 大王 中书令 令郎再大的错 中书令也都原谅了 毕竟是青骨肉嘛 打个半死就行了 大王 怎么到下官这儿来了 不过今天确实有一个犯了大错 差点被打死 中书令 知道是谁吧 不不不不不不放不放 你帮帮往前面 好 近一点 近一点 怎么样 大医 怎么样了 赶紧上药吧 药 药有的 行不上大府 何况储君 毕啥事 忠书令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吗 请 太医政 这 要安养 不可以移动 小心看着 千万别让烧起来了 殿下 可疼吗 很疼吗 娘 好 令郎 大王 忠书令 令郎再有什么错 忠书令也都原谅了我们 就连陛下上顾念一丝父子情 这事如果换作别的外臣去做 早就已经仗毙了吧 下官断然不信 此事 是殿下所为 忠书令 或从口出 还请慎言 忠书令可以呼吸 可是陛下醒了陛下也愿意相信 那么到底是尚书错了 还是陛下错了 愿意相信 不信 还有 今晚本王来 忠书令觉得又会是谁的意思呢 这一回 你觉得又会是谁呢 如果圣上无意 就算查不出来又能怎样 如果圣上有心 就算查出来了 又还能怎样呢 他也会是谁的 是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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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的